可以动吗 可以动吗 这样 准备 过 穿上特制的动态截取衣 透过天花板上的十二支镜头 测试学员们的一举一动 立刻同步呈现在电脑里 平常在电影制作中 才看得到的动态截取系统 现在在学校居然也可以操作了 也让平时接触一般影像处理的 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印象深刻 我印象比较深是 那个比较像是电影会用到的东西 可是我们实物上 其实算是没有机会操作了 那今天去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扫那个光点 然后穿那个感应的衣服 那我觉得那个还蛮有趣的 世新大学全媒体大楼里头 设备相当新颖 不管是4D影片放映 还是3D制模和VR实镜制作的体验 都让学子可以在学校 接触到业界最新的设备 虽然来参加全媒体工作方的 有线电视从业人员 在业界都已经颇有经验 不过要实际体验新设备的机会并不多 是一次相当难得的经验 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这个新的设备 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可能我们一定大概知道 它设备是什么东西 但是问这些先进的设备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实际的操作过 然后今天来到世新我们这个全媒体中心 它就是刚好不管是导播机啊还是甚至是在录音的那些设备 都是现在我们那个业界可以说是最先进的 然后有机会来touch一下觉得非常好 另外也有新北市新闻局人员参加这一次的课程 对于学校建立这么完整的全媒体大楼感到很不简单 从直播串流 虚拟摄影棚到新闻专区 让身处工部门的他们更了解媒体产业 其中价值百万的录音室和声音设计专区 也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录制声音那个还有老师就是弹钢琴 然后他可以转化透过软体进去 然后可以做配乐还有什么背景声音音效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自己获得版权我觉得很好 有线电视产业这几年面对各界的挑战 不断的提升硬体设备 借由这一次媒体工作坊的体验课程 让有线电视从业人员进一步的跳脱传统的限制 强化多元资讯的整合能力 建构未来全媒体的产值能力 中家新闻赵诗渊战云勋刘安静 台北市仓务报道